性侵少年被關 淨趁室友睡著捉鳥摸 犯錯就好好反省啦 你看又要被多關一年了吧 這名色狼因性侵少年被關 但入獄後人不知悔改 今年6月16號凌晨3點多 他一時心癢難耐 隔褲偷摸睡在旁邊的育友 嗯...的小雞雞 見對方沒有反應 還脫掉對方的褲子 直接玩弄小雞雞 羽友驚醒 他卻要求對方持續裸露 讓他摸 羽友不堪受辱 向管理員舉報 他坦誠犯行 桃園地方法院日前判處他 一年有期徒刑 洞新聞桃園報導